猎向武林多 隐谣书目落 欢迎收看猎影派 大家好 我是小花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奇幻动作片《灵魂战车》 17岁的强尼和父亲靠表演特技飞车尾声 一天无意间发现父亲身患绝症的病例 这让他十分痛苦 这时 有人老者承诺可以让强尼的父亲痊愈 条件就是强尼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他 半信半疑的强尼在看七月的时候划过手指 雪滴在七月上 就这样一脸懵逼的卖掉了自己的灵魂 第二天一早 他惊喜的发现父亲果然痊愈了 然而就在强尼推着摩托打算与女友罗克山私奔时 父亲在表演中发生意外 凶手就是那个老者 其实这个老者是恶魔的化身梅菲斯特 随后强尼被梅菲斯特吓了诅咒 背弃了女友罗克山远走他乡 很多年后 强尼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特技飞车手 这些年来 他慢慢发现表演无论多么危险 他总是能够与死神擦肩而过 于是决定在父亲去世的经验日上来一场极度危险的表演 没想到上场前遇到已经当上记者的罗克山 这唤起了他从前的记忆 强尼成功完成表演后 打算和他再续前缘 然而在约会当晚 消失了十几年的梅菲斯特突然出现 要求强尼履行当年签下的契约 变成一个满身燃烧地狱之火的恶灵骑士 帮他解决要对付自己的儿子乌星魔 没想到强尼战斗力爆表 乌星魔见识不妙直接开溜 强尼骑着战车一路追杀 天亮后 强尼渐渐恢复了原状 他遇到了这里守目的的大叔卡特 了解到他是上一任的恶灵骑士 这么多年来 默默保存着可以统治世界的圣凡钢萨契约 就是要等到那个可以拯救世界的人 与此同时 乌星魔为了拿到契约抓到了罗克山做人质 逼迫强尼找到契约交换罗克山 当强尼向卡特表明来意后 卡特变身为恶灵骑士与强尼一起前往 然而这是卡特的最后一次变身 要救出罗克山将乌星魔带回地狱 只能靠强尼自己 为了救出罗克山 他将契约交到乌星魔手中 乌星魔瞬间唤醒无数灵魂拥有了强大的魔力 虽然如此 但强尼最终还是用正义瓦解了乌星魔 故事最后 强尼继续选择做她的恶灵骑士 以防止无辜的人重蹈她的覆辙 单纯作为一部动作科幻片来说 本片商业为十足 看起来也算痛快淋漓 各种特效也是栩栩如深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抛开反心室 完全放松身心的 投入到一场火爆场面不断的好莱坞电影中 感觉还是相当的不错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电影派天天喜乐文 小花与你下期再约 么么哒